哈喽,大家好,我是说书人Hoboing 接续上周出探马峰春后 今天来到毛书记家做客 Toby 让我们一起聆听在书记家发生哪些故事 那是2001年8月的事了 为了拜访一所高深距离间的爱心小学 我和摄影记者国章特别去拜访岩元县 一个被形容为云贵高原绿色走廊的地方 岩元县距西昌市约200多公里 皮防治站站长高建中借了一部三菱越野车前来接我们 他从当时机 蜿蜒的山路不好走 沿路风景倒是挺美的 翠绿色的山和满山片野的向日葵 万寿菊一幕幕进南岩底 途中经过摩盘山 那山路走起来跟宜兰的九弯十八拐差不多 据说要穿越过摩盘山得转过102个弯呢 下过雨的天 整个空气中 云溢着淡淡的野菊香 偶尔会经过整片的泼式菊花海 白的 粉的 紫的 迎风招摇 美的叫人赞叹 风尘瀑布 赶了五个小时 午饭时间 我们抵达一个叫金河渡口的地方 吃过饭后 高站长要我们把行李寄放在小饭馆 虽然 预计在身上待山天 不过 高站长严格要求 只准轻装上阵 眼看着我从台湾辛苦带的玩具无法上山 我跟站长抗议 跟玩具同进退 高站长不得已只好投降 准我夹带一些玩具上山 从金河渡口顺流而下 银元县的麻风村 就是位于亚龙江上游的顺山和谷区 海拔约1100至1350公尺的地方 坐上机动船 马达生吵得不得了 柴油味又嗆鼻 亚龙江古春弱水 不过它可是金沙江最大的支流 水急又湍 一点也不柔弱 坐在船上 寂寞四望 江面辽阔 四周都是山 据说 据说青岗杖高原和云贵高原 在此渡过 一山连着一山 已经够阳刚了 加上汉富般的水 穿梭期间 自已切割 造成的天险陡峻 真宁 孤舟行走期间 不得不让人赞叹 折地之难 难如上青天 三个小时后 船底长明之春 毛书记家的女儿 牵着马 已在渡口处等候 我们换乘马儿上路 一路攀越山林 其中还发生一段惊险插曲 我被一匹失控的马儿 撞到半空中 笔直落在地面 差点丢了小命 为了赶路 凉凉枪向上路 两个小时后 终于抵达毛书记家 那是未来几天的落脚处 也是前往麻风村的中途站 毛书记是遗族 汉名叫毛金铁 他是长米子村的书记 也是麻风村 负责发药的赤脚医生 家中的建筑 看起来挺气派的 有电视有音响 听说他们家 养羊 种烟草 玉米 稻米 等等 是长米子村 最有钱的人家 毛书记 不太像遗族人 因为遗族 是烟好酒 可是他既不抽烟 也不喝酒 端坐在家中的火堂边 一个属于他的宝座上 看起来很有威延的样子 遗族是一个近火的民族 家中一定有一个火堂 火堂里的火是不灭的 因为那代表生生不息的意义 山上的夜很凉 我们一进门就靠到火堂边取暖 大伙儿烧起水 泡起茶来 毛书记的妻子 出来接待我们 他一句汉语也不会说 一身传统服饰 全身带满的仪式 很像从图片中 走出来的人物 他只会三个女儿 在火堂边 杀起起来 准备我们的晚餐 艺术杀鸡 有自己的一套 先是把鸡掐死 然后在火堂上 烧拔鸡毛 等烧烤后 采取内脏 再打些八块 这是宜一家有名的八卦鸡 除了烧鸡外 晚餐我们还吃了辣子鸡汤 一锅红红的汤里 有着薯条和酸菜 这汤名又叫怪味鸡汤 也是宜竹的招牌菜 在黄昏的灯泡下 我们客人做了一桌 毛书系家 一人则按照他们的 遗嘱规矩 洗地儿吃饭 我觉得遗嘱很好玩 家里不用饭桌 有没有饭没关系 但一定要有汤 餐具又特别的简单 只要每个人 一根油 红黄黑 三色 七绘的汤瓢 就足够了 在他们的观念里面 无所谓公块母吃这回事 吃完饭后 我跟毛书记聊了一会儿 他的普通话不太流 问他在麻风村 当医生的心情 他说 1986年 麻风村医疗站撤了以后 就只剩约聘人员的他负责派药 目前这个村子病人有90来名 虽然平均年龄不大 大约五六十左右 但一年平均死两个 他在麻风村工作十几年来 看到麻风病人悲惨的际遇 以他个人的观点 他认为 与其活得那么卑微 不如死而散了 毛书记的话 让我想起 渡河口那个小铺的老板小谢 小谢是个汉人 不到三十岁 去渡口之便 靠跑单帮 进些日用品来买卖 他的小铺旁放着卧铺 小小的空间 东西堆得满满的 他开放他的卖场 给一般的客人进来挑选 不过 同是长银之春的麻风病人则例外 他不让他们入内 只能透过一个小小的窗口 进行买卖 我想这个社会 对麻风病人的歧视 真的是根深蒂固 而麻风病人的苦难 好像没完没了了 看到我的心情沉重 高站长神秘兮兮的说 马上要上演一段鱼戏节目了 果然 一下子冒出三名盛装的美女 毛书记家的三个女儿 阿贾 乌嘎 嘎嘎 为了欢迎我们远方来的客人 决定一展遗族女儿的财琴 来献歌献舞 先唱了住酒歌 就跟大伙一起跳了打体舞 他们的热情 让身上的夜 显得不那么严肃而沉重 我注意到阿贾的头饰 与其他两个妹妹不同 原来她在父亲主张下 已经嫁了人了 二十岁的她 老公十八岁 在岩园县城 民族中学念书 阿贾结婚已经一年了 按一家女方不落附家的礼俗 婚后她一直住在娘家 老公偶尔来探视 两人才能够约个小会 老公就算急也没用 除非毛书记 首肯 或是女方怀孕 否则小两口要单独成家 还得经过一番奔斗 另外 在毛书记家 诺大的家中 我找不到浴室 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解决洗澡的问题 基本上 毛书记家中 水电还算齐全 不过 也得看老天的脸色 雨季就有水 有水就有电 我们住在书记家中 虽然正逢枯水期 但因前几天下了一些小雨 水雨电勉强撑着 水管里也滴滴答答 流出少量的黄泥水 我们洗脸刷牙 生活用水 就靠这些黄泥水 尽管已做好 不洗澡的打算 但毛书记家的女儿 还是殷勤地 帮我烧了一盆洗澡水 把过度劳累的脚 浸泡在热热的水中 心情顿时轻松不爽 洗不得澡 固然遗憾 但出乎我医药的是 毛书记家中 竟有一个新的毛坑 在深山穹林间 那是另类的奇迹 怀着感动的心 我使用了新的毛房 我觉得这个新毛房 颇有质感 因为它不仅仅在地上 挖个洞而已 而是用木头架高完成 人蹲在上面 不怕失足跌落 颇有安全感 因为太新 还没有其他的异味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洞口太小 上厕所的姿势 一定要精准 否则很难擦板得分 夜深了 大家都累了 我进到客房休息 床上已经铺好 一张新的大红被 我和一铁进高站长 准备的新睡袋 因为下午骑马 被马撞了那一跤 我的屁股隐隐作痛 服了一些止痛药后 我昏沉沉睡着了 一些记得 摄影记者国章 和站长 睡在隔壁的仓库 另外一些人 则在火塘边 打地铺 第二天 要出发到 马峰春前 国章愁眉苦脸地告诉我 他整晚被虫子 咬得受不了 抓痒抓到天亮 听国章一说 我发现 自己全身也痒起来了 我们一共在 毛书记家住了两个晚上 一开始 国章身上一共 被跳蚤咬了193个 我也带了 60个跳蚤的吻痕 一路从岩园抓到西苍 又抓回台北 全身皮肤 从红点 抓到板黑 医生说 这些可怕的小黑点 得要一年的时间 才会消失 这几年 穿梭各地的麻崩春 一提到 毛书记家 我仍然心有余悸 尽管 毛书记家 是我第一个 正式拜访的遗族朋友 他们家 也盛情以待 但 我不仅被 他们家的马儿 来个过肩衰 又被他们家的 跳蚤 养得挺无完肤 这样的做客经验 说实话 就算是铁打的人 也难以销售呢 但而 拜访银银马峰春 除了令人文字设变的 跳蚤外 也有两段 令我刻骨铭心的 意外插曲 那就是 我第一次 见识到 马峰春 夜校少忙班的 上课情形 不是点蜡烛 而是烧收鸣 第一次看到 点火把上课的情况 挺震撼的 因为无保护的房子 十分简陋 用来充当临时教室 煤电 狭小又密不通风 火把点起来 固然明亮 但照热又难受 除了学生的眼睛 被熏得火红外 空气中的味道 更令人窒息 我待不到五分钟 随即夺门而出 不得不佩服 潘风老师和孩子们 坚忍的独出精神 另外 就是我勉强 背上去的 那一大袋玩具 真的是让我觉得 物操所值 说起那些礼物 可是跟着我 走了万里路 那是心前 一群好朋友的孩子们 特别个爱的 二手玩具 有各式各样的 填充玩偶 还有很多 麦当劳的 精美赠品 我记得当时 我从代理 像变魔术一般 一件件取出时 孩子们的脸上的表情 就像 绽放的花朵一样 那是他们 想也想不到的 另一个世界的玩具 我介绍了 米老鼠 史诺比 唐老鸭 和 恩赐符号的 麦当劳 孩子们 瞪大了眼睛 听得好入神 不时发出 赞叹的声音 他们 兴奋的心情 感染了 旁观的大人 大人们 越聚越多 老老少少 聚在屋檐下 一起 看玩具 听故事 笑容 在每个人的脸上 笑声在空谷中 盘旋回荡 告别时 孩子们 舍不得 我们的离开 哭着 追着我们的小马 到处跑 直到最后 还住住在 悬崖边 用心呐喊 用力挥手 一直到现在 只要经过麦当劳 我就会想起 站在身上的 那群孩子 一个被世界 遗忘的角落 一群话外生活的老人 大家 触勇着麦当劳玩具 度过一个 温馨又奇妙的下午 我是说书人 Hopwin 他是和我一起录音的Tobi 希望你会喜欢 今天的故事 我们下周再见咯